哈喽大家好 我是丑尔 是讲圈王最真实的恋意干货 让你少走感情关了 这个问题啊 丑尔最近听一个大兄弟跟我说 当然是一个女生 真的很喜欢 但是呢 不是男人 不能随随随随 感觉有主 喜欢就要大声说起来 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 我说了就不后悔 说出来 痛快 牛逼就完了 是挺努力的 后面 哭丧着跟我说 哎呀真是够了 结果没一星期 已是把它拉黑了 丑尔说就明白话呀 在表之中 感情是靠漫漫磨合 和相互吸引在一起的 又不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 自己爽 在乎别人怎么想吗 要知道 女生对陌生人都会有防备心理 这个是最基本的常识 上来就热情分放的引起注意 要知道 男生理性直线思维 想要得到的才去准备 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女生 表白可有可无 只是确定你俩情侣关系的一种形式好好 让媒体不再猜测 让内爱公开 要是没有表白 两年的感情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就去做起你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表白的前提是啥呢 是感情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 别再天天想着 今天情人节明天520这表白 不喜欢你 节日跟你有关系吗 这个人花不多 独底恨 要是相互喜欢 每天都是情人节 要是不喜欢 再好也是情人节 彼此都喜欢这方 是表白最合适的一个时机 那就讲讲通俗易懂的道理 绝必认同点赞 让我看到你是个明白人 你喜欢的那没错 追求也没毛病 可是呢 总是喜欢把自己一方的感动当成爱 接着又去表白 就会造成不如人意的后果 误把感动当成爱 就是讲男生对女生非常好 感动自己 从而产生自己非常爱女生 女生也一定理解懂得自己的付出 和爱的假象 其实啊 女生不一定真的喜欢自己 感动等于持续的付出加自我安慰 感动呢 很值得尊敬 可是感动不是爱呀 男生对女生好 对女生付出的时候 往往都有一个通病 就是先对一个女生表白 才告诉这个女生说 我喜欢你 能不能做个女朋友呀 这个女生 如果喜欢她还好 但公告成 那如果不喜欢你 不喜欢她 就会拒绝她 这个时候啊 这些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肯定我的女生还不懂 需要更加美女才行 肯定我还没有感动她 肯定我还没有表明真心 而这种想法呀 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她拒绝了我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就要表明真心了 我要开始追她了 我要开始让她知道 我是真心的 我要去打动你 接下来啊 就会对女生疯狂的付出 几个付出 几个投资 开始对她好 开始送礼物 送她回家 上下班的接送 有病了 就开始关心这方 各式各样的方式去讨好对方 她以为 这都是我付出的真心 她以为 这些会感动对方 她以为 我做的一切 女生都会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其实啊 有没有想过 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女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她看到的并不是你对她的真心 她看到的是一种压力 为什么呢 当你在告诉她 你喜欢她 你希望她做你女朋友的时候 她不喜欢你的话 就会觉得 你对她别有所图 她会觉得 你对她有目的心 一个例子吧 想必大家都经历过跟借钱的时候 假如一个远方亲戚找你借钱 你不想借 她天天请你吃饭 看似在请你吃饭 你会认为她别有所图 哎呀 房不胜房啊 目的不单纯 吃饭很容易造成自己拿了别人的好处 不容易去拒绝别人 而恋爱不同的是 恋爱不能够强求 所以之后你对她所有的好 你买再多的礼物 你付出再多的真心 在女生看来都变了味儿 她觉得这些目的 是真的你对我好吗 你做的这些目的 都是在达到你自己目的那种手段 你这一切都是别有所图 所以说 这个时候就是有压力 因为她还不喜欢你 她就感觉到你强大的目的心 所以开始躲着你 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表白不喜欢 追求等你 不信你试试 她要是喜欢你 都用尊严能成功 她要是不喜欢你 你越追她就越躲 当表白之后的爱变成了一种压力 你觉得还会是真心的爱情吗 你不要过来啊 对女生好没问题 但是要是没有目的性好 你不能说自己对女生好 让女生看起来是得到她的一种手段吧 这种不叫爱情 叫交易 所以不要表白 当彼此相互吸引的感情到了 自然而然的就会在一起 什么是表白啊 记住了 表白是月圣有伤后 人渊皇后的时候 你不小心拉了她的手 表白是火树银花盒 心桥体所开的时候 你忍不住的 吻了她的唇 表白呢 从来不是一开始拿出来的宣言 表白是生理主成熟范了之后 给对方一个名分的仪式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引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之女生相亲 往回封面的情感问题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号 所以自己айте 绿优优优独播 回到下期末面的声音